可能是手机 全球手机用量已经突破70亿只 随着而起的就是基地台到处都有 也造成微波辐射无所不在 瑞典神经科学专家研究 现代人的生活环境比起100年前 微波辐射根本达到天文数字 1980年代根本没听过什么叫电磁波过敏 但现在已经有患者 还得成天穿戴特殊衣料 尽可能苦绝电磁波 否则超痛苦 我开始缺乏精力 严重头痛 几乎是痙攣 随时都觉得不舒服 比如会恶心 而大部分的时间 我都倒在床上 觉得全身筋疲力竭的 他们感觉不舒服 可能是源自心理作用 虽有一派专家认为 人类对电磁波过敏的现象 主要还是心理作用 但世卫组织2011年 已将手机列为2B级致癌物 和沙虫GDDT金属签同一等级 这也是世卫组织首度承认 手机可能致癌 甚至长远来看 也会破坏人类的生育力 研究人员观察好几代的老鼠 发现经过几代以后 生殖力大致上 已经完全消失 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警惕 人类健康的无形杀手 现在或许很难去体会 但当整个地球都充满微波 可以预见未来的世代 会将遭受及損害 记者中文报道 终止从2011年